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单张维峰来到节目当中谈谈他当初在国家队里面的一些生涯 然后也谈谈他现在新的一个生活重心 就是打架鱼的事业 所以在这集的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维峰也听到他的分享 记得不要错过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上个星期的一些羽毛球的事项焦点 那么马来西亚的余总已经和世界雨连正式的讨论过了 希望也能够学学泰国就使用的安全泡泡 的方法来举办比赛 那我们知道在1月份我们将会看到 泰国会有以安全泡泡来举办的三项的比赛 那么明年4月份我们要在吉隆坡要举办 马来西亚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大师赛 那如果能够效仿同样的一个方法 一连举办两场比赛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保障大家的安全 球员的安全 官员的安全的情况之下 就是重启并且继续的推动羽毛球的这个项目 还有各个的比赛 不过现在我们的余总还在等待世界雨连的一个答复 现在国内的疫情恶化 那么多个州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已经是延长到12月初了 那么原定在11月底本来要举办的混合团体赛 这个内部比赛也被取消了 现在国家队是改做一个日常训练 那么让我们说的这个比赛 或者是说让他们在训练里面竞赛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可以让他们的这个训练变得更加有趣 或者是更加有进度 那原本本来要安排电视直播 或者是有请外来裁判 加入成为这个混合团体赛的一份子 那这样的安排最后还是取消了 不过国家队的女双主教练陈崇明 也呼吁所有的弟子们 要勇于的去追自己的目标 要超越自己的成就 虽然外界对女双 我们的这个女双主 确实期待不是那么高 因为一直以来 各个项目当中女双都不是被看好 或者是被排在第一第二 瞩目的这个项目 不过陈崇明教练就认为 其实我国的女双有一定的潜力 只要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甚至可以向中日韩的女双 可以看齐的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里约奥运的男双银牌组合 吴卫生还有陈卫强 他们就说暂时没有拆伙的计划 会继续合作到明年六月的 赞助商合约届满为止 那么他们还是有目标的 希望能够打进东京奥运会 而且他们也觉得 只有打进奥运会 才能够有机会跟他们的赞助商 Yonex续约 所以接着下来 这半年多的时间 就要看他们怎么样努力的 维持自己的状态 以便证明给所有人知道 他们当初拿到奥运银牌 是一个实力的表现 并不是靠运气而已 我觉得这个是双卫组合 现在面对最大的考验 再加上离开国家队之后 他们可能能够接受的训练 或者是得到的资源就比较少了 国家队也正在努力的培育 国家队的男双组合 所以作为自由人组合 怎么样跟他们一起竞争 但同时又一起为国家效力 这个我觉得在自由人的身上 他有双重的压力 不管怎么样 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好了 好了 2020年的赛季在疫情下 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 我国军团在五个单项当中 有三项是有打进了世界前十 那就包括了 里约奥运的混双亚军 丙顺还有柳莹 这个我们说的丙莹组合 是世界第七名的混双 那么他现在也成为了 我们排名最高的选手了 那么国家队的头发男双 谢丁峰 苏伟毅 排在第九 是我国排名第二高的项目代表 那么我国一哥李子佳 就排在世界第十的男单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前三位的排名了 那么希望我们的世界排名 能够继续上升 但是当然这也有仰赖于 比赛的举办 才能够提高他们的表现 或者是提升排名 所以接着下来 泰国的比赛 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那我们的这三只组合 跟这个男单的选手 能不能够继续的友好的表现 或者是泰国的比赛 就是我们来鉴定他们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没有参加国际赛的时候 训练的怎么样的一个平台 那一旦如果泰国赛的表现不好 那可能 可能大家就会开始质疑 那这些球员 在没有比赛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足够 跟正确的训练方法 维持他们的一个表现了 那么一切呢 都还是要等到 一月份的比赛为止 那么这几个星期的 美洲舆论 虽然我们没有比赛 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过呢 我们还是会很努力的 给大家有更多的资讯 不要忘了就是 稍后呢 我们就会有维峰呢 给大家来谈他的这个事业 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全体育网的脸书 还有这个网站呢 也已经更新了 张维峰 这个昔日头号 二号男单的 一个算是一个 专题的报道 那么如果你忘了 或者是你记不起 维峰当初的这些 他拿下的记录啦 代表国家队打下的成绩 你可以先去那边看一看 然后呢 再来听听他的分享 接着下来呢 就给你带来张维峰 今天的美洲舆论呢 我们请来了一位 前国家队的国手 就是张维峰呢 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或者是说谈一谈 他过去的这个经历 好久没有看到维峰了 好维峰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样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打架鱼 打架鱼都有 最近比较忙打架鱼 但是也是主要还是在交求 没错 我们其实都记得哈 就是说呢 维峰在过去呢 在国家队的时候 被视为呢 是大多李中伟的一个接班人 那在南丹的成绩上呢 也曾经一度呢 让大家都很瞩目 只不过呢 后来当然也离开国家队 然后也退役了 那现在呢 也转换跑道 当教练啦 然后呢 也做一些生意 那我们就好好地来聊一下 你的这个 没问题 羽球生涯 好吧 那当初是怎么样加入国家队的 以你的 这个可能身形上 不算是非常 让人一看就会看到 很有优势的那种 但是怎么样加入国家队 其实我们球员都是 要经过一步一步的 的的考验 一层一层的那个城市去 去进入国家队 比如说从 代表校队啊 然后省队 然后再到州队 在经过选拔赛过后 才能进入国家队 当然你要有一些 在本土有一些 优秀的成绩 才可以被选入进国家队 嗯 所以当时候可能 呃 有一些 在国内有一番 有一些成绩 所以被选入进国家队 是 所以你其实一开始 就是专注在南单 对一开始都是南单 没有考虑过是要去 打别的项目啊 等等的 啊 不行啦 因为我的就好像 就如你所说的 我的身心比较去 啊 比较吃亏 所以没有 没有能力去打 双打 或者是混双 OK 可是南单的部分 你也打得很好呢 其实呃 一度呢 是我们国家队的 二号南单 嗯 就仅次于那种力嘛 对对 就是你觉得 既然你的条件 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还是可以 达到第二难单 甚至其实我们知道 那多黎中卫呢 也不是 非常高大的那种球员 但是呢 这样类型的球员 确实在马来西亚 好像成绩都不错的 嗯 还行啦 那时候主要是 因为 挨得住 挨得住啦 因为前几年 我刚进入国家队的时候 基本上都没有机会去比赛 嗯 因为身形的关系啊 然后 还有打法的关系 都需要很长久的时间去 去磨练 所以到了26 27岁才有比较突出的成绩 嗯 那个时候呢 同一期的南单选手还有谁 哇 太多了 哈哈哈 太多了 太多 啊 大概那时候有 呃 陈俊祥啦 嗯 属于进攻型的 然后 呃 有刘国伦 嗯 刘国伦 还有几位 都 挨不住 所以 把机会都让给我了 啊 OK 所以呢 其实在整个 路程上 你觉得是很难的吗 就是要爬到这个 第二南单的位置 确实是 因为竞争很大 OK 就 被视为 是李宗伟二号 或者是说 接班李宗伟的人选的时候呢 你 那个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你是觉得压力的 还是你觉得 哇 我终于做到了 呃 可以说是 终于做到了 但是 但是当然 你爬到了 第二南单的时候 五星中会有压力 嗯 这个是正常 是 所以后来 为什么会离开国家队呢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呃 其实因为 都是因为 在之前都已经设下了这个 这个计划 哦 这个以求生产的计划 就是说 如果说 奥运会 呃 我进不到奥运会 那么我可能需要换一个环境去 去 去改变 一下看能不能有新的突破 嗯 所以那时候就做了这个 有这个想法 是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你才差不多30岁左右 29 29嘛 对对 29岁退役 或29岁就离开这个球场生涯 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因为那时候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啊 然后 呃 呃 从所周知 在国家队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 没有很突出的表现 嗯 呃 雨种也会给你一些压力 OK 所以 那个时候就选择 换一个 方式去比赛 去练球 所以以你专业球员的想法哈 其实 球员是不是这样子的 到了29 30岁 30岁 出头就是一个门槛的 呃 在马来西亚是 哦 在别的地方未必是这个样子 未必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有很多 有一些国家有很多俱乐部在 在 在怎么说 在运作 对 马来西亚只有 国家队是比较有系统的训练的地方 所以 我们只可以依赖这个地方 所以离开之后呢 你有想过 诶 那我就去俱乐部打职业球员的生涯 是是 那时候 离开之前都已经安排好一切 的计划了 所以 当时还蛮 果断的 就是说 哎 我就 当时退出 然后 继续我的 预求生涯 在一个俱乐部里面练球 所以如果在俱乐部里面当职业球员的话 其实你们的 收入 或者是要怎么去支撑 你们的这个生活呢 是俱乐部会付薪水吗 还是也是一样靠比赛 呃 主要还是有赞助商 赞助商的支持 那时候 还蛮不错的 有几个 赞助商的支持 嗯 所以 挨得住了两三年 一样 好 为什么听维峰说 好像打羽毛球都是一直在挨 不断的挨 挨到国家队 呃 差不多了 离开国家队 还是在挨 哈哈哈 好 那你这段挨的过程哈 哈 OK 呃 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比赛 应该 汤杯 汤杯吧 应该是 嗯 汤杯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其实一路杀到了决赛 嗯 呃 大家都觉得好像有一点机会了 嗯 不过呢 我们当然是输给日本哈 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样的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还是有一段 嗯 还是是输在运气还是怎么样 输在运气吧 应该那时候是输在运气 怎么说呢 因为 呃 到了决赛压力在我们这里 嗯 然后 因为我们 啊 日本是在办决赛对中国嘛 嗯 可能 中国赢了 你就压力在中国那边 但是反而是给日本赢了 所以压力会在我们这边 然后 而且谈到决赛那场球的话 我们 第一单 呃 当然我们的阿多利赢了 蓝双就 很可惜 就是输了一点点 对 打了三局 所以 那边就要 就就是 因为关键就是在那个 可能在那一场 嗯 所以你觉得那一场你的发挥是怎么样的 超乎你自己想象吗 因为大家其实都 都蛮赞赏我们整体的表现的嘛 对 但是决赛那一场 可能我自己也 呃 遇到了比较强的对手 所以发挥也不是很 很利涨 啊 OK所以你觉得不完全是你的完全的表现或最好的表现 啊可以这么说 可以可以这么说 OK 好那除了汤杯 因为毕竟汤杯呢是一个团体比赛 嗯 对吧 那如果你个人赛的话呢 最令你难忘的 最令你难忘的是哪一场 最令我难忘的可能会是我2012年12年的那个中国公开赛的半决赛 哦那时候的对手是 嗯 就那个比赛原本是不想去比的 但是因为有一些小伤 东云会金牌呢 呃 那个也算是 因为是冠军了 对 所以比较意义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其实你怎么样判断或者是评价你整体的啊这个国家队的生涯你觉得有跟你小时候或者是一直一直要往上爬的那个期待有落差吗 哦有落差肯定有落差 因为小时候都我们只是很很单纯的想想去把球打好然后代表国家就觉得很很光荣了 但是一到了踏进国家队了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嘛 所以就跟小时候想的是不一样的 是 例如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经常会想要请离开国家队的球员都告诉我们一些在国家队里面的情况 毕竟在职球员没有办法就透露很多 嗯 对吧 那么离开之后呢也大概能够说一说吧 因为我们经常在看球员打球的时候我们都会评断哎呀为什么会啊这样的表现啊 嗯 或者是为什么最近的这个成绩都没有如预想般的好 但是可能我们忽略了其实他们所面对跟承受的东西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到了一个高水平 那个要保持在高水平那个是最难的一部分 嗯 不是你往往上爬那个过程 往上爬过程并不并不难 但是如何呃保持在那个水准是最难 我觉得嗯 所以小时候可能我们只是都是一路往上爬 所以还蛮简单的 那么在国 那么在国家队里面 你们有足够的自主权吗 所谓的自主权就是可能我上场我要怎么打 或者是我有我自己的判断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队的选手 其实你们能够掌控的范围大吗 还是一切就看教练看领队 主要还是自己啦 自己跟教练商量 上场前都会跟教练讨论 要怎么要用什么战略去去打 嗯都会讨论 都会讨论 那会不会有遇到就是说我想要这样打 但是教练跟你说不行 你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看起来比较有效 都会有啊都会有 所以有一些球员跟教练意见不合就就比较难了 对就会有这种问题 就会有这种冲突了 OK 意见上的冲突 是 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啊 我们都是常想问啊 就是到底球员在球场上啊 在尤其是中间休息的时间 嗯 一般教练来会说一些什么呢 在那短短的一分钟对吧 一分多钟这样子 90秒吧 对一分多钟 那一般是会给什么指点 战略上嘛 战略上 有用吗 在那个时候一分多钟还跟你说要战略的调整 会来得及吗 会来得及 因为都是 因为我们都跟教练练了蛮久嘛 而且他会讲的一些 只是会提一些重点给我们啦 其他的都要靠我们自己去 呃 临场去改变的 临场去应应变的 OK 所以你觉得很多时候呢 呃 运动员还是要靠自己的啦 靠自己比较多了 但是当然 在比赛的时候 教练 因为现在教练坐在后面嘛 所以 旁边的啊 就是说 教练的指导也蛮重要的 比如说 一些临场的变化啊 教练会看的比较清楚 嗯 OK 那你现在也是羽毛球教练的 嗯 当然有时在训练一些年轻啊 或者是新的这个球员 嗯 那你觉得 转了一个角色 有没有觉得好像 哎 明白了 当初教练原来就是 那么难当啊 那么不容易的 啊 会看比较清楚 一些 技术上啊 战术上的东西 会看的比较清楚 因为 心态方面不一样 现在是教练嘛 然后 比较轻松 轻松的过后 你会看到更加清楚 嗯 在整个羽毛球界里面啊 你们作为昔日的 呃 国家队啊 嗯 那也曾经是 南丹的二号选手 呃 会不会有帮助你 在这个 你叫教练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就可能所谓的身价更高啊 啊 或者是会更容易吸引到 学生啊 等等 会啊 会肯定会 因为 人家会 会 会相信你嘛 会相信你 所以 当然我们也要 把 我们的责任做好 比如说 如果说人家相信了你 你不把 啊 你不把你的责任做好的话 可能就会 人家也是会 质疑你 对 质疑我 OK 质疑我的机会 可能就会 转到另外一个俱乐部去 去训练 所以 还是要做好自己 看到微风呢 我真的觉得 你有一点太年轻了 就是 离开国家队 或者是 离开这个球场 毕竟你又 babyface 就看起来更加年轻 就觉得 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 已经退役的选手的感觉 所以 离开国家队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过的是你要的样子 还是你会想念 哎呀 早知道如果当初没有离开 可能我现在可以 爬到第一咯 因为 达多利已经退休了 有没有这样想过 没有啊 因为 从来没有后悔过 因为 怎么说 这一些 我觉得都是 上天另有安排 我觉得 比如说 很简单 举个例子 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有这个疫情 当然 如果我还 那时候还继续打的话 可能现在就会遇到 经济上的问题 因为很多球员 听说很多球员都 续约 无心的续约 或者是 减心的续约 是 但是身为一个 有家庭的人 那个球员来说的话 如果说 面对这个问题 就会 很辛苦 既然你这么说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你觉得 当职业球员 在生计上 就是收入上 会比较好 还是当国家 对球员 会比较保障 sorry 我miss掉 就是说 如果这两者 来分别 就是你是 自由员 自由人 自由人 然后就是你是 非国家队的 OK 那跟国家队 这两者 在收入上 就是维持生计上 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好 因为当然有人说 国家队比较保障 对不对 那国家 当然会照顾你 那如果自由的话 那你就是 靠你自己 你成绩如果打不好 当然赞助商 对你也没有什么兴趣 甚至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赞助商一定会 就是可能把 更多的赞助 减到更少 所以你觉得 这两者 哪一个比较好 如果 一个球员 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还是自己人 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找到赞助商的话 因为你有成绩了 赞助商自然会 会过来 所以 会比较好 如果是年轻一倍的 或者是 一些后辈队的那些 就还是在国家队比较保障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 达到成绩的话 你出来 其实很多收益很难 很难 很难坚持下去 OK 好了 那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你的羽毛球生涯 谈一谈你现在的 极大的规划 现在除了自己当教练 训练一些球员之外 也有在做一些 算是生意对吧 小生意 小生意 为什么会接触打架鱼 它是一个 怎么样的纪元 你本来就喜欢打架鱼吗 从小就喜欢 但是因为 要训练嘛 训练然后一直去比赛 所以也没 没时间去打鱼 所以就 呃 hold住了这个 这个打架鱼的兴趣 所以以前 本来只是一个兴趣 兴趣啦 都是兴趣 OK 现在呢 它慢慢可以变成是一种生意模式 对吧 啊对 小生意模式 因为现在 呃都是 透过网路去 去 去售卖 售卖 所以会比较 比较OK 所以打架鱼的生意是怎么样的 是自己去 去养啊 繁殖啊 然后再销售吗 有两种做法啦 有一些人他们会 呃 跟人家 各货 是叫各货 买来 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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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出售 嗯 我是自己 有买一些 但是买了自己在 凡事再买 OK 那打架鱼的关键在哪里呢 是外观啊 还是品种啊 等等 啊 现在都是 我们叫展斗啦 就是展示的斗鱼 不像以前 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都是 那些比较 野斗 就是野生的斗鱼 那是拿来打架的 OK 实力派的 实力派的 现在是比较美观的 偶像派的 偶像派的 呃 所以就是要看 哦 漂亮的 可能会卖的更好 对对对 而且现在 差不多一个月 会有两三次的比赛 哦 斩斗比赛 这种比赛是 谁在办 啊 就是那一些 养养斗鱼的人在办 哦 OK 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人 自己办的 一些高手 高手在办 哦 明白 所以你也会去参赛吗 啊 目前没有 可能以后会 哈哈 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打架鱼的一个 所谓的领域跟商机 所以现在呢 平均一个月 大概会有 多少的销售量 就是大概会卖多少只的 打架鱼 现在平均啊 因为家里地方不是很大 所以 不会有很多 可能就 800只 800只 1000块 这个是你自己在养的吗 啊 自己在养 那需求量呢 足够应付需求量吗 就是还是可以吗 还不行 不行 需求更高 因为那个需求很多 那个market是很大的 其实 那大家买来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就展示 观赏 放在家里 然后现在大家还是很喜欢 因为我记得打架鱼好像是 呃 相当久以前的兴趣对吧 这是我 我复兴 年轻的那个年代 就我也还没有真的是认识到 原来现在大家还有在专注玩打架鱼 有 但是以前都是只是 就是像我说的也都而已 只有黑色跟 呃 一些 带一点黑色 带一点青蓝这样 颜色不多 就五颜六色了 很夸张那种 所以你有自己去做培植啊 或者是 我都是自己培植才拿去卖的 我不是 我没有去买回来的 然后再买 都是买回来的 自己配的再 再买 但是做这种养鱼业 应该也有一些风险吧 那么这些鱼啊 它可能在生长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死亡啊 这样子 它的这个几率高吗 其实只要水质 雇得好的话 那个几率是不高的 所以水质是关键 好 那就讲关键 水质应该要怎么样的水 才适合打架鱼 呃 首先要 要养两三天 最少要养两三天 就是说 放在一个桶里面要 让那个 chlorine 嗯 嗯 孵化绿吧 那个没有了 chlorine就会 鱼就会 OK OK 好 那定价呢 那怎么样定呢 一般一只打架鱼 大概会是 介于多少钱到多少钱 要看它的 有多美啦 它的美观 OK 那它的 它的幅度呢 那我们说 可能最便宜的啦 最便宜大概 可能十块就有啦 十块就可以买到了 那如果真的是很 很珍贵的 甚至是我们说的顶价的 顶价的 两三千块都有 一只两三千块 OK 因为它而且斗鱼它有分 呃 有分几种 就是有一些是比较 呃 中型的 小型中型的 有一种是 大型 巨 巨 巨型 我们叫giant giant就是会比较贵 giant平均有 呃 六七cm 六七公分 六七公分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了 嗯 身形而已 还没包括尾巴 哦 OK 还有尾巴 比较长的尾巴 比较 对 就加了尾巴就可能 呃 十公分 没有 七到八 七八公分 七八公分 OK 那这样的鱼类可以生存多久呢 我可以养多久 如果 还是那句 如果水智顾得好 那就一般它的寿命啦 一年半两年可以 其实也不长嘛 不长 但是如果水智不好 可能几个月就 就挂了 哈哈 所以其实养鱼也是一个 学问啦 学问 要怎么样 把它养得好 不断去学习了 OK 好 现在呢 其实你的这个人生规划 除了教求 就是做做这些小生意 还有家庭啊 等等 好 那么现在是一个女儿吗 对一个女儿 对吧 有想过说 哎 接下来呢 要就是让自己家庭的人数更多一点吗 二胎三胎 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哈哈 原因是什么呢 呃 毕竟你跟你太太其实都 都很年轻嘛 啊 就三十出头 然后 这小家庭 但是有没有想过 哎 那是不是可以多个 可能男孩吧 因为毕竟你是羽毛球员嘛 可能觉得 有个儿子 那大家可以打羽毛球之类的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顺其事 顺其事 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OK 好 对自己的小朋友的期待呢 有没有说 一定希望他也可以走运动这个领域 呃 因为自己是运动员 所以本身 呃 最好是 不要 不鼓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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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跟何况是一个 呃 女孩就 是 更加的不鼓励 比资还不够完善 不像有篮球 有足球那种比较高规格的比赛 可能羽毛球还没有到 那么你有没有觉得 哪一个运动项目 对运动员来说是比较好的 在马来西亚运动 其实还蛮吃亏的 因为就好像举个例子 比如你突一了过后 你会突然间没有方向 你不知道自己要走 要往哪一方面去发展 很多区别人面对这个问题 也看了太多了 所以不像外国 外国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俱乐部 或者是公司 就是说如果万一球员受伤了 或者是退役了 可以直接到公司上班 就会比较保障一点 确实这个是运动员的一个问题 毕竟运动员可能30岁左右 就基本上是退役 对吧 那如果接下来还有40年 50年的这个路程 应该要怎么走 所以你怎么规划呢 你现在会教球嘛 但是可能有一天 你也会想要不要用劳动 来换取收入的话 你会想要做什么 所以现在都是在一路教球 然后认识多一些朋友 看看以后还可以往哪一方面去发展 我觉得现在都是要边做边看 不断的在找出路 那很多球员会利用自己曾经打下来的这个名声 就是说那知名了嘛 对不对 那可能会做网红啊 做这个跟我们说的大使 或者是说做名人 红人有关的行业 我们都看到这也是一个商机 你有想到这样子吗 有 但是现在还在谈 他叫什么 谈 谈合作当中 谈合作当中 OK 其实也有想过在网络上用自己的形象啊 名气 不是用形象名气 是有一些啦 但是比较 more on 教球方面 就是说可能教一些网上的 教课啊 网上的视频啊 去练球视频这样 但是还在谈中 还不确定 嗯 好 那我们期待啊 接下来可能会看到 微风的一些视频 好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给现在的 国家队的学弟妹们 师弟妹们 不学弟妹们 师弟妹们 什么建议呢 毕竟现在他们面对疫情 嗯 然后你也看到大家现在都蛮挣扎的 是啊 那你作为一个 当初的学 师长 师兄这样子 你给他们什么建议 呃 现在这个 我们遇到这种疫情 哇 主要还是会觉得很闷嘛 因为没比赛嘛 对 而且每天还要训练 没有目的的训练就会更加的 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对 所以 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可能跟教练谈谈 谈 商量 看怎么样去 呃 制造一些训练的气氛啊 或者是换一些方式去训练 会比较 就不会令自己那么闷 不然的话 就是每天 打球会 哈哈哈 好吧 那最后呢 给大家一个分享 就是你觉得 当一个球员上到球场上 制胜的关键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知道有技术 有心态 然后呢 有临场反应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了 专注点什么的 你觉得呃 如果要打赢一场比赛 其实最重要的 以你的经验是什么 求胜心 要有 嗯 要有野心 要有野心 嗯 如果上到去觉得 赢输都无所 那就完蛋了 那就没意思了 哈哈哈哈 就是要退役了 哈哈哈 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 呃 求胜心很强很强的 呃运动员 其实你是安耐的吗 还是说你没有展示出来 但其实心里面有 安耐是什么 就是说你没有 你没有 你不像可能有一些 比较野性的球员 嗯 有没有上场就是求胜心啦 嗯 然后可能会呐喊啦 哦 然后呢会会爆发力啦 嗯 你又不像是那样的球员 啊 看上去不像 对 所以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求胜心是 会展现在行为上 还是你只是觉得 好 我心里面有就可以了 啊 没有 我其实在场上那个求胜心是 很强的 很强的 只是说 我们年纪大了 就 那个求胜心就慢慢 哈哈哈 降低 OK 好啦 那么求胜心要有哈 我觉得呃 这个也其实蛮 重点 嗯 那是蛮重要的 好啦 那谢谢微风哈 这次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羽毛球 好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呢 既然还那么年轻 就继续的为羽毛球的领域 多付出一些些吧 好好 好 就是拍拍影片啊 或者是呃 继续教球了哈 让更多喜欢在马来西亚这边土地上 打羽毛球的人都能够学习到 国家队球员的那种技巧 好的 好 谢谢微风 好 不用客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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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